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我要抓什么呢?我要抓的是那个 EVE已经判断出来了,那我知道说在这边 这几个是我要的 可是问题我要把它集中在一些排序嘛,所以排序的话呢 那我就用small small的部分的话特别注意 这边有几个概念说,因为我要判断的 如果你要用那个 small来判断的话 那必须,你又必须是连续的,因为我不是判断一个 我要判断很多个 所以这边的话必须用到一个 大瓜糊,这个就是一个阵列,也就是你不只判断一个,你是要判断一个大的范围的话 请注意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 可以把刚刚的公式给丢过来,就中间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这样,就是做法是这样 我可以把 这边,假如说我们 把刚刚的东西 这些先把它删掉一下好了 假如说我把它重做一遍 这个公式,你可以先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如果要放在small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一样是游标放这边 插入一个 在small的话呢 应该是属于那个 统计还是数学吧 我一听像中好像是数学的 那你往下找一个small sm 还是在统计吧 统计里面的small 如果是在找 有时候 在这里 统计里面的small OK 或者你在全部里面找 打一个sm 也可以的 他会跳到small 那这个small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给我一个范围 然后呢 你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 几大 那通常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干脆用row好了 row 第几大 那我现在是第五 我要 跟这边这样 第几小 small是 最小的 先从最小的 帮我抓出来 在第2 第3第4 一直类推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 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列号会增加 但是我这个列号 希望从1开始的话 要不我就检释 要不我干脆 我不要用我现在的储存格当基准 我干脆用A1当基准好了 如果给A1的话 那他就是1啦 等下向下填满这篇参考到A2 A3 A4 A5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合理一些些 所以呢我就直接 先用 这个 第几小 那我要抓出来的 反正如果说有抓到数字的话 那就会自动去抓到 它是哪一列 那如果说抓不到 如果判断是N 如果判断是N 那就会产生错误 错误没关系 到时候我用那个ifl 把它过滤掉就好了 他又抓不到 OK 那 可是我如果 他抓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特别注意 刚刚的if这个地方是抓单个 单个储存格 请你把这个单个储存格 改为一个范围 if后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改为A2 到那个 先 先确定一下 因为我这边刚刚好要有 给他一个范围 范围 这个 名称的部分 我干脆先不要名称 因为我刚刚有用一个名称 OK 那再一次好了 这个地方 刚刚的if small 记得先插入一个那个small 在统计里面找到small small是小的 然后贴上 第几小 我用那个raw 列 哪一列 A1当基准 A1向下抓 等下会 123 第1小 第2小 第3小 然后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范围 因为我要连续抓 所以请你把A2 一直选到A2 一直到A12 这个范围 因为我要比较的这个范围 再来请你把它锁起来 按F4 因为我用那个绝对的方式去抓 那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说 返环的哪一列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 一样 把他 返环的列 我就用他现在的列 干脆我这边的列 我一样用那个 用A1 用 返环的 那返环的列呢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样 要给他的是返环来 那我就一样是抓那个 A2到 A12 这个 也就是说他抓到之后呢 他会告诉我 他是哪一列 一样用什么 用绝对的方式 所以记得按F12 F4把它锁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只要是比对到 如果是 有 是最小的 这个地方如果是 抓到是 跟这个 H2 比对是 一般的话 他会告诉我是哪一列 反之的话 告诉我是N 好 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注意一下 最后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请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呢 你必须按 Ctrl Shift 加Enter 这边多一个等号 最后特别注意 因为我是一个 连续范围的执行 A2到 A12 那如果说你没有按那个 正列的话 他不会 帮你 去做 P次的处理 所以如果你要P次处理的话 记得是按 Ctrl Shift 加Enter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按 Ctrl Shift 加Enter 他只会执行一次 第一次会对 可是之后不会对 你会发现 Ctrl Shift 加Enter 前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大刮火 这个就是表示什么 正列 他就是P次 帮你处理 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你把它向右 有没有抓到第二列 那这个第二列指的是这一个工作表的第二列 然后向下填满 一直填满到也许15列吧 那各位可以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抓到 第二列 一般 3 5 7 11 12 有没有 完全是match match什么呢 match就是 我现在 的资料是在哪一列 所以列的讯息有了 再来就蓝的讯息 然后再配合index 不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我关键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有点 不是很好理解 外面记得要 Ctrl Shift Enter 然后 变动的在这里 就是他找哪一个 储存格 回来的话呢 也会是 哪一个列 那比较不好理解 就是说 因为你给他一个范围 所以你贴配注意 一定要是正列才能执行完毕 因为你A2到A12 A12嘛 如果你不用正列 他只会执行第一个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呢 我们就可以再配合index index怎么配 怎么做 其实也一样嘛 这个其实就是 把刚刚的公式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中间 贴到中间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去决定他是哪一列 哪一篮 结果就出来了 不过底下 会有那个什么 有错误嘛 再利用ifl 过滤掉 这个结果就做出来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有一些细节 假如不是 就是没办法马上记下来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也有放那个最后的 完成的画面 跟公式 所以请各位 如果你对那个 那个刚刚的部分 比较不熟的话 你可以到云端上面去看